每个老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儿孙满堂 子女孝顺 只是这样的天伦之乐 不知又有多少老人能如愿以偿 也许能度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晚年 就已经是十分不易 接下来案例中的老人 就在子女的所作所为中 充满了寒心 最终顿武养老的真谛 孙奶奶今年已经七十五了 此时她正拿着发放退休金的存折 赶往大儿子家 她脚步匆匆 好像有什么急事 没意会就到了儿子家门口 大儿子正焦急地等着她 原来大儿子下岗了 一时没找到工作 大媳妇正嚷嚷着要离婚 大儿子只能求助母亲 求求母亲帮帮她 最好能把退休金放她这里保管 孙奶奶想着退休金 如果能帮儿子保住婚姻 那是一定要试试的 大孙子还没讲对象 要是父母离异了影响不好 结果她刚准备把存折给大儿子 二儿子和小儿子一把冲了进来 把存折抢走了 大儿子顿时火冒三丈 问他们什么意思 二儿子小儿子狠狠地说道 大哥 你什么意思啊 要不是我媳妇看到老太太 拿着包级匆匆往你这跑 这退休金就被你一人独吞了呀 大儿子胖胖的脸丈的通红 让两个弟弟少管闲事 并表明母亲已经同意 把存折给他保管了 小儿子赶忙对母亲说 大哥就是想骗存折 要是编什么离婚的理由可千万别信 孙老太被三个儿子搞得稀里糊涂 为了不让他们吵架 在三保证以后 不会把退休金的存折给别人 只放在自己这里 老大看自己也拿不到存折了 索性赞同母亲保管好 三个儿子也都同意有母亲一人保管 孙老太还有两个女儿 是老四和老五 在知道大哥差点骗走存折时 都在背地里狠狠地骂老大 他们也赞同母亲保管存折 可有了老大闹得这一出 几个子女开始变本加厉地 找老娘要钱 生怕自己不要就被其他兄弟姐妹要走了 这不今年过年 孙老太跟老伴张罗了一桌子好菜 就等着几个孩子回家吃饭团圆 结果大年三十 没一个人来 三个儿子去了丈母娘家 两个女儿去了婆家 每个人就临时打了个 简单的电话通知了一下 孙老太和老伴就在春晚的热闹中 吃了点饭菜 第二天初一 一大帮子儿女们脱家带口全来了 一开口就是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好家伙 孙老太一个月六千退休金 正月初一足足发了两个月的退休金出去 拿完钱 孩子们午饭都没吃就跑了 都说中午约好了饭局 孙老太看着几分钟 前家里还人气十足 现在就剩两老头老太太 不由地哀叹 大年三十无人陪 正月初一儿女回 要完钱就走 可悲呀 不只是过年过节搜刮老娘退休金 他们每人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理由 找孙老太要钱 老太太的钱这边到账 那边就分批转过去了 孙老太和老伴一直省吃俭用 都没花几百块钱 可是儿子女儿根本看不到老父亲老母亲的节省 都只顾着一个劲的要钱 生怕自己开口晚了就没了 几个孩子要的钱越来越多 孙老太的老伴因为想多省点钱 把每天要吃的酱鸭药 药量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几次省下来的药钱都贴给了小女儿 只是这样下去没多久她就住院了 她不敢跟医生说她私自减少了酱鸭药的药量 而孙老太却心知肚明 她打心眼里心疼老伴 他们这样为子女付出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下老父亲生病了 该孩子们在床前尽孝了 孙老太给每个孩子都打去了电话 但五个孩子听到老父亲住院后 都推脱工作忙抽不开身 还匆匆挂掉了电话 孙老太气得发抖 对老伴说 你看看 这些个白眼狼 我们为他们都吃炕燕菜了 这下老命都要不饱了 谁心疼咱啊 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病房里的护士听不下去 忙来安慰孙老太 还鼓励他别灰心 可以帮他打停一下医院的护工 要不了太多钱还很方便 于是 孙老太在热心护士的帮助下 找了一个男护工照顾老伴 住院的半个月 儿子女儿没一个人来看的 就打了几通电话问了一下 这可让孙老太和老伴的心拔梁拔梁 出院也是老两口自己收拾东西打车回家的 他贴心地照顾着老伴 最近发下来的退休金他 大多他存了起来 还拿了一部分买了不少好吃的 他再也不从嘴巴里抠钱 补贴那些白眼狼了 很快 五个子女左右都没有等来老母亲的退休金 纷纷打了电话给孙老太 爱妈 这个月的退休金怎么没打来啊 是不是又给我大哥拿走了 小儿子最先打来了电话 孙老太对着电话大声说 你跟你哥哥妹妹都说一声 周末来家里吃饭 到时候再说退休金的事情 一到周末 五个孩子全部准时到家 脸上还有点烦躁 都想着打卡里不就行了 好好的见什么面 结果孙老太在饭桌上宣布了一件事 让他们大惊失色 吃饭时 孙老太阴沉着脸说 我跟你爸都老了 就那么点退休金 以后都要存起来养老 你们姊妹五个都别想了 还有你们都成家了 也有义务赡养父母 今后每个人要给我们五百的赡养费 五个子女面面相去 都哑口无言 父亲住院 他们选择了无动于衷 此时也没有勇气反驳母亲 看着母亲阴沉的脸 姊妹几个都不敢说话了 案例中的老人用难以想象的方式贴补儿女 换来的却是让人心寒心的回报 这其实告诉我们老人要想安度晚年 需要谨记以下两点准则 一 老人一定要留好养老钱 老一辈的人都是从艰苦奋斗的岁月一路走来 他们习惯了努力工作 习惯了生活节俭 即使辛苦了大半辈子 等来了退休的好日子 依然是舍不得花费自己的退休金 许多的老人都把退休金都补贴给了子女 他们相信自己对子女的倾囊相助 也一定会换来子女们的回报 可是总有一些不知感恩的子女 一心想搜刮父母的金钱 甚至把父母当提款机 案例中的孙老太和老伴 全心全意地把钱都给了子女 可是他们连团圆饭都懒得吃 只在大年初一上门要钱 这样所求无度 没有孝心的子女真是伤透了父母的心 好在后面的孙老太及时醒悟 决定存下退休金当养老金 他已经深知子女是靠不住的 对于这些只认钱不认人的子女 一定要牢牢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心软 就让自己的晚年一点余的没有 二发觉儿女不孝就要及时止损 儿女有孝顺就有不孝顺的 有些儿女会为了钱假装对父母掏心掏肺 有些却是真心地心疼自己父母 究竟是真孝顺还是假孝顺 需要老人看清楚 想明白 一旦发现儿女目的性很强 或者行为很令人寒心 就要早做准备 别再付出一切后 才发现被子女哄骗 有的老人甚至连房子都被孩子骗走了 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 但是也足够引起警惕 案例中的孙老太在发现子女连父亲住院都不来时 及时醒悟 牢牢捂住荷包 再也不给子女挖走一分钱 剩下的时光 她准备相信自己 其实老人们何尝能花掉那么多钱 又何尝不想帮一把自己的孩子 只是在一次次失望中攒够了决心 是孩子让他们看不到可以依靠的希望 只能把晚年放在冰冷的金钱上 至少孙老太还有钱情的起护工 老人群体们本就是弱势群体 如果孩子们让你感受不到安全感 就及时止损 努力攒钱吧 老人的晚年其实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把握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金钱物质 这些都是你可以依靠的东西 它们不会改变也不会消失 但是比起琢磨不透的子女 其实更加可靠